汉成帝刘傲 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皇帝之一 鼎鼎有名的赵飞燕就是她的老婆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汉成帝刘傲不仅热爱美女 对美男也是来者不拒 汉成帝刘傲可谓是双性恋中的顶级人物 这也是让大家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没想到原来在古代就已经这么开放了 只要是颜值比较高的男男女女 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都会被汉成帝收入宫中 汉成帝刘傲是一位整日沉迷酒色 荒淫无道 不理朝政的皇帝 他的第一个爱人就是张放 虽然是汉成帝的爱人 但是张放并不是一个女人 而是一个男人 是的 他就是汉成帝张傲的男宠 史书上记载 张放自小便有着一张五官精致的脸蛋 性格开朗活泼 聪明伶俐 非常惹人喜爱 汉成帝与张放两人恩爱极了 刘傲对张放的宠爱 就连美丽动人的许皇后 班杰鱼都无法比拟 张放对汉成帝更是死心塌地为命是从 汉成帝驾崩后 放思慕哭泣而死 张放悲痛不已 昼夜哀哭 以致相思成疾 不久后便追随他去了阴曹地府 由此看来 这歌俩玩得还挺真的 订阅点赞 给您分享更多古代有趣知识